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农情农事播报台 我是主播林大米 今天大米很忙 听众更忙 要带大家用听觉来一趟农村生态与文化之旅 还记得四月底跟着广播去游学吗 如果那次你没跟上 今天用耳朵听 跟我们走一趟宜兰壮围新南村 拜访田董米 一边赏鸟一边寻田 那孙蚕那跨胶啊 这次来参加活动的有很多亲子党 国小和国中的小朋友个个都头好壮壮 出发前 我们先来关心小朋友在学校的午餐食材 这一两年采用四张EQ的认证 对孩子们的健康和农业发展有紧密关联 不过什么是四张EQ你知道吗 我们请专业的来回答 现在就call out给农粮署的庄老达副署长 副署长好 好像就是这一两年 我常听到一个很专有名词四张EQ 那今天也趁机会我们认识一下好了 为什么是有这所谓的四张EQ 我们推动的初衷是这样子 就是要用在地可作源的食材 那这几个字听起来 在地跟可作源 那总是要让学校或让这些业者有定义 什么是在地可作源 那我们就从在地可作源这里去讲 去检讨 那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国产的农产品 那可作源的大概就是我讲的四张EQ 四张就是四个标章 有机的标章 产销履历的标章 CAS标章 集园谱标章 这四张再加上一个QR Code 那这四个标章跟这个QR Code 都有办法作源往回 去追溯到生产者 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大家 比较清楚的知道 什么叫在地可作源的 那这四个标章跟一个QR Code 都是国产的 在地生产的 而且可以作源的 所以我们就叫做四张EQ 就四个标章跟一个QR Code 符合这个的就是在地生产和作源的这种产品 所谓的在地 像我自己住在宜兰就觉得 哇真的是食材不予匮乏 但是如果说都会去的话 要去讲究这个在地呢 它是怎么样的范围 那实际上在台湾来讲 在地因为台湾实际上是南北 才可能是400公里左右 实际上台湾我们这里的在地生产 是把它借鉴在就是国产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运输实在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这个我们台湾生产的国产的这个食材 我们都把它借鉴成成成现的食材 你看像台北市好了西隆市好了 那在地生产的它根本不够啊 那你如果是新北或是桃园或是云林生产的蔬菜 那我们也是把它归类在在地生产 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些运输的距离是蛮短的啦 所以像是能够透过四张EQ这种政策性的推广下来 其实对整个农业的带动 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也想听听看副署长 您觉得这样子一路上将尝试 然后推行下来 其实具体的一些效果会有哪些 是这个当然最直接受益的 就是我们的学童嘛 那我们也得到一些家长团体 公民团体还有学校高度的支持 因为大家可以吃的更安心更安全 那这个除了这个直接的效益以外 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 因为学校我们现在有三千多所学校 大概接近180万个学生 是参与在四张EQ这个计划里面 那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拉力 那这个蛮大的拉力就是我们希望由消费团来拉动我们的生产团 让原来我是农民对四张EQ他可能也没什么兴趣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拉力在这边拉 我们藉由消费端的拉力 我们来辅导农民团来生产有四张EQ的 第一个他生产的水平可以提高 他原来是冠型的农法 也没有经过验证也不是有机 那因为这里有一个商机有一个拉力 我们来辅导他提升他的这些技术 提升他的这些设施来生产比较高品质 安全性比较高的农产品 就由消费来带动生产 那也让农民的这个水平可以提高 那又可以让我们的血统 比较安全的高品质的蔬菜 这等于是一个双眼的一个政策 那这个是有多方面的交易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一套 我们再把它扩展到国金的蔬菜上面去 让大家都可以来自这些安全可溯源的 让我们的农民有更大的一个生产的 这些消费的拉力来带动生产 谢谢副署长今天跟我们解说的这么详细 关于四张EQ这一次完全搞懂了 谢谢 走读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大家期待已久的跟着广播去游学 这次搭的是稻米时光机 从未来穿越到过去 第一站是宜兰撞为湘西南村 我们来拜访田董蜜创办人林哲安 先来听听他为我们导览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我们这里是新南村 那我在这边经营一个生态农业的品牌 叫做田董蜜 什么叫田董呢 这个东西我们留到晚一点再讲 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在这边跟社区的阿伯合作 那一切的开始其实是因为水鸟的关系 鸟类 全世界有大概9000到1万种鸟 全世界哦 台湾一个岛将近700种 很高比例非常的高 台湾的鸟类其实一个小岛 台湾在全世界就是一粒芝麻 可是台湾为什么那么多鸟 就是因为台湾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那宜兰正好又是在东北角 一个东北季风下来顺势而来的地方 所以鸟都会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是因为赏鸟 赏这一些水鸟 这些虫 这些头发掉的鸟 就脑袋坏掉的人看脑袋坏掉的鸟 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就产生了很好的感情 鸟类有没有喜欢的环境 有嘛 譬如说 一只鸭子不会在电线上面 一只老鸣不会在水里面跑 不会 OK 所以其实呢 我们这些水鸟 这些水鸟 它有它的偏好 它其实最最最最喜欢的环境 是我们的沙洲跟河口 其次环境是在临近沙洲河口附近的 鱼温跟水鸟 OK 这其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挤 在这个位置 第二站我们从蓝阳溪北岸 移到南岸 参观这个有八十几年历史的老骨仓 二节骨仓稻农文化馆 了解稻米生产的历史 这一间我的右手边这一间 它其实是复原了当时候去存放稻谷的一个意象 那你可以看到几个在骨仓的窗房里面 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一个是有看到几个很特殊的管子 那个是利用竹子边的一个管子 主要是因为当有点像大家现在都挤在这里的时候 会突然觉得闷热起来 那稻谷当它集中起来之后 它也会需要有空气的一个热流的一个流通 所以透过这个主管的方式 去让整个那个稻谷当中 积住的一些热气跟门景往上带 那你可以看到地板 它其实是有垫高的 比较是作为防潮 为了要了解到底是存放了多少稻谷 所以在墙壁上它会做的很多刻度 想知道更多 第二段节目马上和你分享 你正在收听的是青农世界onair 我是大米 今天的受访者是你 还有宜兰新南地区的水鸟和田间生物们 当然还有林哲安 年纪不到30岁 却已经有17年赏鸟资历的田冬蜜发起人林哲安 当年还在台大森林系就读的时候 就开始推行田冬蜜计划 负责和农民消费者沟通协调 自己也参与耕种 以友善环境耕作的方式 保护新南地区的水鸟守护水田的地景 而且透过自产自销 使农民获得合理的利润 创造生态和农业结合的双赢 田冬蜜目前更做水田的面积有六甲 那天哲安特别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他会选择壮围乡的新南村呢 就叫蓝阳溪口水鸟保护区 我们在宜蘭住这么久 其实也是到赏鸟车才发现说 原来这条蓝阳溪 居然也受到国际的重视 就是国际的赏鸟的啊 国际的湿地的啊 其实都很重视我们蓝阳溪的发展 跟蓝阳溪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这边的鸟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OK 好 现在吃蓝阳溪 来各位把眼睛往后转 来往后来 有没有看到 咱们阿伯的家 后面有没有一大片的水田 有没有 一大片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新南村 也就是我们新南田东敏的 主要的产区 就在这里面 如果你用人的眼光来看 你会觉得 这块田跟隔壁的溪流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今天你想象一下 你吸只鸟在飞的话 这块田跟隔壁的溪流 有任何距离吗 没有 你飞一秒钟就到了 所以 这就是新南之所以重要的地方 就是 第一个 它有一块很大面积的水田 它面积很大 其实这个风景 在以前宜蘭到处都是 但是最近这几年房子盖太多 所以 要找到这么一大片漂亮的水田 越来越难 水田其实就是 鸟类生活的地方 水田越大 鸟就越喜欢 相反的 水田越小 鸟就越不喜欢 所以这个地方本身水田很大 加上它隔壁是 蓝阳溪口水鸟保护区 你看这么一大片杀走 这边的鸟 这边的鸟会互相的飞来飞去 尤其是蓝阳溪天气不好的时候 鸟会全部飞进去 所以其实新南村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于烟水鸟来说 它是蓝阳溪口水田保护区 很重要的一个边缘 边垂地带也叫做缓冲地带 甚至可以 也可以叫它替代型的起底 替代 就是当这边环境不好的时候 鸟就会全部飞进去 它会影响作物吗 鸟会影响作物吗 农夫的旧观念认为会影响 确实很多鸟也会吃作物 可是我来这边之后我发现 影响是影响表面 但是收成其实影响不大 譬如说它把秧苗玩倒了 其实秧苗会站起来 它把整片秧都弄倒了 只要那个秧不要被水催走 被水飘走 它们其实全部都会站起来 真正把整个秧苗吃掉的鸟 其实很少 因为秧苗没什么热量啊 一根菜没什么热量嘛 它吃底下的虫不是比较好吗 为什么要吃那一根 没有热量的东西呢 鸟没有什么营养观念啊 你给它鸡排都吃鸡排 给它吃薯条都吃薯条 它只要热量贵就好了 所以你想象一下 你是一只只在乎热量的鸟 或是你是一只准备要飞往北方的鸟 你要花时间吃一根草 其实那个效益很低 我去抓一百只虫还比较快 所以它们其实 真正会把整个样表吃掉的鸟 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通常它是拔起来玩一玩 或是吃底下的东西 通常是这样 所以那些秧苗其实会站起来 但是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 倒下去的秧苗 站起来需要时间 所以你的秧苗可能会长得比较慢一点 可能慢一两个礼拜 第二个是 很丑 你的田很乱 很丑 那其实对于职业农夫来说 外观很重要 我们常常觉得收成好就好 No 不是 外观很重要 对外观非常重要 所以他们常常觉得说 这个田怎么那么丑 他觉得这个田真的是 太糟糕了 所以他就很不喜欢 对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目前刚刚讲到 鸟类危害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农夫就不喜欢 对 其实 对 其实会有这些层面的影响 主要是这样 哇 听众很会问问题哦 鸟会影响农作物吗 感谢哲安给我们不同思考的角度 再来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为什么要取名叫田董米呢 2011年的时候 我在念大学 我跟着几个同学在这边赏鸟 然后就在呢 远方有一块田种了芭蕉 那一块很远 那个地方 那种了芭蕉一区 就在那一块田发现一种鸟 叫做 董鸡 董鸡 田董 餐董 就这样来 田董 田董 就这样来的 我因为发现 那块田发现董鸡 那我就去那边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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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到后来就跟这边的人越来越熟 是因为他有关系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在看董鸡 他们只知道我常来这边赏鸟 你看这个地这么大 你看这么大一点 所以这边到冬天呢 因为宜来一年只种一次 所以这边冬天是一片汪洋的水 所以这边鸟会非常的多 鸟会很多 我在这边赏鸟赏鸟赏鸟 然后越赏越觉得说 有一块这么漂亮的地 我们应该把它给保护下来 所以我就跑去问 那个那块地主说 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这边做一个生态农业 那个时候我不是说什么友善环境 什么没有 那时候我就说我们能不能做生态农业 什么叫生态农业 就是 因为田里有生态 所以我们把田种得好好的 种好好的之后呢 来保护里面的生态 让生态越来越丰富 今天因为 今天因为各位表现非常好 给你们 不是给你们超级特权 就是我们可以走下去 哦哦 听听听先打预防针哦 走下去的过程之中 注意哦注意哦 跌倒我不负责 弄成泥巴我不负责 对 但是如果你压坏我的秧苗的话呢 你要负责 你要负责对 是你要负责 你要负责啊 我负责啊 因为现在腰瘤很高 我们必须要继续看 才看得出来我们做了哪些七地的环境 七地的环境 当我们走进田区 大小朋友们的惊奇之旅正式展开 有一位小男孩很好奇地蹲在田梗旁边 看着粉红色的福寿螺卵 你看过福寿螺卵吗 那是一块还一颗 那里大概有三十几颗卵 然后福寿螺在那边 你第一次看到福寿螺卵吗 对 感觉是什么 很噁心 很噁心 好吧 这是小男孩对福寿螺卵的第一印象 但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大叔 来宜兰的时候 看到水沟边的福寿螺卵 还以为是有人乱吐口香糖呢 当哲安带大家一边寻田 一边认识田间七地的丰富环境之后 大米好奇地问其中一个妈妈 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我本身每天都有在煮饭 我想要了解那个米到底 因为讲很多有机 很多我们都不了解 我想实地来探访 然后比较可以清楚 希望饭桌上面的米是健康 然后友善环境 谢谢你们办这个活动 哇 多么鼓励人的答案啊 还有这次参与者当中 有一位是创下教育电台听众 最高龄记录的姜阿嬷 大米牵着阿嬷的手 慢慢地走在田梗上 还贪心地想听阿嬷说故事 阿嬷你多久不怕这个山花楼啊 有哦 以前有哦 有哦 那可以说几十年了呢 对 我老婆做产了 老婆做产了 在哪里做产 对 帮酒 哦 我说要不要说厚薄 厚薄 你知道吗 对 到时候有听过 有听过厚薄啦 那不就小小的时候也都要去餐 哎哟哦 哦 嘿 说到要餐 说到要去餐的不要说了 老婆不要说了 那你如果今天要来看就感觉 哦 很烦耶 不是烦 我是要对你们大家来剃图 来看风景 我看风景 对啊 但是想到餐的工作就知道很新鲜的 哎 那个做亚啦 哈哈 做亚啊 对啊 做亚啦 以我不要说 让大家说 啊你是安装 米若打下去 这样放起来 人穿起来 大家跟我说 你米若打下去 人摆下去 放起来穿起来 你们不要骄傭 我也是在台北骄傭 是啊 十二三三四回而已 你知道吗 对 就要搭呢 对 搭就要 现在把它倒在头上 这样啊 就穿起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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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拖没 拖没 你知道吗 对 你做到几岁 做到几岁 做到20岁 江阿嬷今年96岁了 有女儿陪她来 当她再次走进田间 回忆起这七十几年前的往事 记忆清晰得 好像是昨天刚发生过的一样 阿嬷也特别赞赏 田东米的田区里 没有用除草剂的田梗 她说 这对水土保持很有帮助 一场田间生态导览下来 促成了跨世代的对话 城市与乡村的了解 产地与餐桌的连结 大家也都玩得很尽兴 不过活动结束了 我们对土地与环境的 思辨才正要展开 几天后 大米再度回到田东蜜田区现场 找林哲安聊聊天 谈谈食农教育的效益 到底是什么 其实每个人对于 食农教育的定义跟出发点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那就是当然 现在是讲个人 当然都是纯个人观点嘛 我是一个很强调 专业分工的人 所以我从来就不认为 自己的食物要自己种 你要吃 你实际是要吃农夫的东西 你要试着去信任这个土地 去信任这群农夫 你是要去认识更多农夫 跟土地产生更多连结 甚至是去认识土地上的生态 跟他的背景故事 而不是说我把自己关起来说 好我自己当一个农夫 我自己帮自己种 我自己来 来查阳 自己来种菜 对 我自己是希望 其实食农教育应该是要强调 彼此之间的分工 以及彼此之间互相的连结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我希望食农教育 可以完全的回到土地上 当然就有分生态层面 跟人文层面 生态层面就是指说 你要来认识 亲眼来认识土地上面这些 跟着你的农作物 一起生长的这些动植物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你的东西是 跟谁一起分享的 第二个是 讲到人文的部分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可以 实际在土地上 看见到底是谁 来种出这个好的谜 他们有什么故事 那他们种这个好的谜 或好的农作物的这个动机 到底是什么 对 所以我会希望 就是大概这两点 那对于来看的人 你会感觉到来的人 通常也带来了哪些疑问 是有时候也令你觉得 没想过的 误解很大 多数不用误解啦 应该说多数都没想过吧 譬如说讲个最直接的 就会有人直接问我说 啊保护鸟干嘛 鸟死了跟我真的有关系吗 好说真的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真的吗 其实不一定 对你看我们 从头到尾已经灭绝了 很多很多的动物 对不对 人还在 所以我们当然都知道说 到了某个点 人终究会倒大煤 可是这件事情 可能讲50年了 对很多人可能就已经活到老了 但是其他也没倒大煤 对所以说真的 这件事情跟人真的有关系吗 我被问这个问题 问了不止一次 那时候其实自己觉得 打击蛮大 就是我会觉得说 诶好像是对啊 我觉得鸟很重要 可是保护鸟 真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开始我就会说 保护鸟就是保护人 后来我换了 后来我不这么讲了 后来我就直接讲说 人是有智慧的动物 我们人本来就要 本人的人性跟人的真正的工作 本来就是要学会来创造这一个 跟自然之间的互动 跟自然之间的和平共存 我会变成这样子 那更机车的讲法是 我刷保护鸟 看到鸟肚我就开心嘛 真的啊 那是我 我人生的养分来源啊 我就是开心嘛 那我觉得人跟 其实人的本性 都是很贴近自然的 本性都是这样子 我认为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 其实是让人回到本性 人本来就会爱护动物 人本来就会爱护环境 这是本来就会做事情 我们把 当我们把这个本性找回来之后 就不会有人再问说 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这东西 我是希望可以这样 是 好高兴听到这个答案 就是真的会有人会说 鸟跟我什么事这种话 他这样问其实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错 只是我们是要试着 把他那个 对大自然的爱护的本性 给找回来 我们是希望 我们的环境有这样的力量 对 但其实哲安是位处在壮围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老龄化的农村 传统农村 然后这种传统农村 尤其加上天东蜜 就是跟在地老农契作 那在跟老农沟通的时候 一直我们也觉得 那是最大的挑战 可以这么说 当老农觉得说 我人都过不下去了 我是都忍不住了 你是不让我吃了 要做什么 这应该也是你在拓展 田东蜜的器座领域的时候 常常会面临沟通的挑战吧 说真的这个挑战 并不算是最大的 我还是认为 就是农夫本身的个性 非常的好 这个才是我成功的关键 就是他们本身就 他们对鸟 他们对鸟不见得是很爱护 可是他们也不讨厌 本身就不讨厌 然后本身也觉得说 当个农夫 也还不错骄傲 这样子 对 就是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才会造就 后来这样沟通的成功 我觉得这个其实 就是讲一讲去 其实要强到这件事情 对就是 农村沟通 绝对不是一个人好就好 而是很多因素 弄在一起 那我 我讲了一句话 可能只是刚好 所有因素的一个火化而已 其实真正 真正沟通上还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 钱要算清楚 你要给他们多少的好处 这个其实把它摊开来算清楚 对 那再来就是呢 你人要藏在农村 让他们知道说 你真的是认真的 因为你 你可能跟他说 我跟你来个口头契约 然后给你一笔钱 你终友善环境 但是你讲完之后 你人都不出现 或是一个月才出现一两次 他可能会开始怀疑说 那你这样子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但是 当我开始 每天都出现 然后甚至有一块自己的地 然后来种一个 难度比较高的品种 跟他们一起来 做过类似的生活的时候 他们就会知道说 这是认真的 那一旦 在地的老龙 认定你是认真的时候 你跟他之间 有产生一种 类似朋友的感情的话 其实一切的沟通 大概百分之六七十问题 都可以比较顺利的解决 所以其实还是来自你的双手双脚 在什么地方 比起 比起我们天花乐 在讲一堆沟通技巧什么 其实 你人 你人 真的认真下去 其实是 真正的重点 可是这也是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毕竟你要把一个 你毕竟 像我在台北念书那么多年 然后在宜兰 其实也是住在宜兰市嘛 也不是真的很乡下的人嘛 然后要把自己丢到那么乡下的地方 然后一直来一直来 那这个改变其实是 真正你说这场沟通上最困难的地方 我们今天是来到仓库这个部分 然后也是你自己的年米厂 然后生产其他农产加工品 有米压乎 有炒玄米 就是把糙米炒一炒 很香 然后可以直接泡茶 然后还有米松饼 这个是我个人最偏爱 那这样子的东西 加上最基本的 就是你们生产的稻米的 这些贩售的过程 最第一线的 都是在这个地方直接加工 然后从这边出货 那这个工厂 这个仓库的运作 在整个田东迷里面 目前是负荷6甲 对不对 那是足够的 还是说未来有什么改变 你的足够是指仓库够用 还是什么够用 对啊 仓库够用吗 都好都好 我的仓库是 仓库是可以到十几甲 大概 要看当年产量 我大概就是抓10甲左右的量 这是我们的极限 那其实我当然希望越大越好 对可是说真的 你在怎么大 我放不下我放不下的话 终究是要找别人来协助嘛 到头来还是会希望 我们做的事情能够真的打动我们的 政策或法律吧 对因为这种事情 如果能够有公家单位来 一起来努力的话 那田东迷就不会只有6甲 它可以扩张到更多地方去 请您说政策或法律可以怎么做 你说像我觉得其实农业的这个保护农地的这件事情 还有农业品牌的推出 其实农会或县政府就应该出不少力气来 不用说辅导 来投入 对就是 这是变成说是我们宜兰县的骄傲嘛 宜兰米这么适合生产米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些公家单位不把我们的东西 直接投入力量 合入金费在这个地方 然后统一啊 你看他们很多地方有很大的粘米厂 很好的设备 对呀 那他们如果能够这样子去做的话 那其实可能不只是我们新南村 可能整个壮围乡 或是宜兰 好几百家土地 都可以有类似花莲副理 那种有机米的规模嘛 对当然宜兰其实已经有不少地方在做了 这个我们非常的肯定 可是我也希望说 是不是壮围乡 这样的地方 对我们一起来把它做起来 尤其是我们靠近南洋溪口 这边南洋新南村嘛 对啊 其实我们这边如果全部都能够 整个村子三四十甲 甚至村子隔壁的村子一起做的话 那其实对整个南洋溪的水鸟 其实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对这个品牌就不只是有机或怎么样 它还是真的是 对鸟类迁徙线上 这群后鸟是非常友善的一个 一个作为 对我是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你刚刚有提到专业分工是你特别在意的事情 所以那种对于扩大这件事情 当然指的如果说体力现在差不多是这样 但如果说再有一些技术面的 比如说分工更系团队更扩大这些 这会是你期待的吗 对我其实蛮需要 现在其实已经开始走向专业分工 譬如说我们的网管我们的Facebook的管理员 现在已经独立了 以前都是我们自己还要再去弄 现在是把它独立出来 这样子对 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希望田的事情也独立 然后仓库也能够独立 对但是其实我想过 不可能完全的分工 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是互相支援 然后哪里有收支极 对因为 你要说分工可以分工 可是你要说串联的话 其实苗啦田啦仓库 其实也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行业本身不可能做太精细的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网路端的 然后产品端的 甚至将来我们可能需要有个人负责 什么算钱的啦 对啊 或者专门发言人 对说的好 专门发言人或专门去负责外面 去外面上课的 接case的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要 然后慢慢的要把它做出来 现在就是人跟钱的问题 因为人的话目前我算过 我缺一个正值的力量 缺一位正值啦 对但是钱的话也缺一位正值的钱啦 所以你要我请我请不起啦 那除非这个正值愿意做功德 跟我一起努力啦 对目前就是卡在这一点 所以就是处于一个六甲地 然后人是满的状态 对但是 虽然人是满的啦 但是至少我没有过劳啦 对我是没过劳 但是就是满的 对生活品质怎么样 生活品质喔 呃一个礼拜还是可以去两天咖啡馆啦 很好喔 去几小时 呃一个多小时而已啦 没有很多 还是可以赏鸟啦 就是时间弄一弄还是可以赏 然后至少睡眠不缺啦 对只是就是 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工作 怎么定义工作有点难 有点难定义 譬如说我去咖啡馆这个行为 乍看之下是去喝咖啡放松 但其实我咖啡一上来之后我就打开电脑 对 开始整理订单 那你觉得这算喝咖啡还是算工作呢 对就是 边喝咖啡边工作 对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再譬如说 呃晚上睡前要跟小编 要跟网路小编讨论网路的事情 你说这是聊天呢还是工作呢 就是对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事情都算成是工作的话 那就是完全的满 对 看你怎么算 那最后很血淋淋的问题 可能你也会常遇到的 你有收入吗 你的收入好吗 你是怎么样 可以让自己持续做这件事情的 累积自己的后盾 你会在意这些提问吗 不会啊 完全完全不在意啊 就把事情看看来讲嘛 我们现在的规模 我们现在的规模 光靠产品 就是我是讲产品 就是包括米 还有包括副产品的话 包括就是这些东西算算 产品本身可以养两个人 但是一个人算起来薪水 大概就是26到28K之间 好险 好怕你又说出那种最可怕的 但是重点来 就是我要强调的事情是 我们的产品有副产品这个东西 我们副产品是相对 副价价值比较高的 所以有做这个东西 但是结果是两个人 好那请问第三个人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几个管道 第一个带体验活动 体验活动是这个 第二个接演讲跟接课程 通常是我在接 我就想自己吧 对 那最后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的 我们要开始跟一些单位来合作 一些计划 譬如说 现在其实很多学校 喜欢跟我们这样的单位合作 那跟学校合作其实是一个机会 另外就是呢 有一些相关的保育单位 对 譬如说离物局这样子 那他们可能有一些机会 就是要来投入保育这样子 那我如果愿意去提计划 或是要做相关的事情的话 会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因为说真的 我本来就是做生态出身的人 那我现在回过头 用水田的生态 去提出相关的计划的话 那其实也是我增加收入 并且稳固团队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因为毕竟计划费 其实比产品费来的稳定很多 我可以做很精打细酸的安排 这样子 对 所以说穿了 农业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可怜的 这是 其实这件事情不是秘密 对 我们虽然很努力的 想要透过农业来 赚到更多的收入 但是 产品本身的限制 我觉得就是 尤其稻米啊 产品本身的限制 就是卡在这个结果眼上面 比较尴尬 所以我也会希望说将来就是 多利用水田的生态 水田这边的故事 水田土地上本身的事情 就是回到土地上面 我们用这东西来跟别人做连结 对 跟政府机关 跟学校来做连结 那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说真的 在这个前提之下 如果我领到计划费 或领到一些 讲市费什么的 我也觉得 就是我现在有一种薪水的概念 就是譬如说 他们付薪水给我 那来 让我来从事环境上的 环境行动 所以等于是我做行动 我是有薪水领的 保护一只鸟多少钱 保护一块地多少钱 就是我希望这观念 可以慢慢的带到我们的 教育里面 甚至带到我们的生态农业里面 那当这个东西能够赚得到钱的话 那很多人 就不只是会回来从事农业 还会回来从事环境保育 因为保育是能够有钱的 我是希望这样 那现在就卡这个困境吧 大家都说保育跟经济冲突嘛 可是我们希望 保育真的是一件 有薪水可以领的东西 目前在努力 听起来 务农不会是一件穷差事啦 这因为是太多人的印象 刻板印象会觉得这样 但至少我看着田东敏就觉得 这年轻人可会赚钱呢 我没 你看我会赚钱吧 我指的会赚钱就是 对于整个生产线啊 然后整体的规划 整个产业的规划 算是啦 然后说真的 我的专场也不是这种田 也不是那个 也不是在仓库里工作 我正常是赏鸟嘛 然后就用鸟去提计划 这才是我的专场嘛 那能够有土地 应该说能够有一块土地 让我发挥这样的转场 那让我赚到多的薪水 那其实也算是我们农业 跟生态的一个出路嘛 是 对我是希望可以这样子 谢谢哲安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 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透过哲安的分享 我们知道了田冬米 促成在地老农与青农 生产与消费者的 友善合作模式 最后还有个关键角色 当然就是 你和我消费者的选择咯 田冬米以最简单 又直接的自创通路方式 让我们可以很方便地 用消费投生态环境一票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透过两种方式 购买田冬米 一种是当个水田任养者 每份水田任养可获得 30包米 大概90台金 还有可以得到 三次夏田体验活动 像是插秧啦 除草还有割稻 以及可以得到一次赏鸟之旅 不过听说今年水田任养已经额满了 想报名的 明年请早咯 而另一种支持的方式是 直买米 不参加农事体验和赏鸟活动 那也是可以啊 也就是直接报名当股东 稻谷的谷 用购买田冬米来支持新南田冬米水田的生态维护工作 用吃饭来激起友善环境 用吃饭来友善环境 听起来超容易的吧 其实除了一般消费者以水田任养和股东的方式支持之外 田冬米更期望鼓励企业任养大面积的水田 这能够更有效率的扩大参与 达到友善环境和农民收入增加 双赢的局面 让在地的居民以种田为傲 进一步的大家一起守护水稻田 这样的共识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 用耳朵来一趟农村生态之旅 想听更多农村与农业的故事 网路上搜寻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 我是林大米 下个礼拜一傍晚5点20分 我们空中见 拜拜